您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在针灸的时候 在哪个经络 天人相应 正在那个时辰的时候 下针效果最好 比如说子时的时候 下针胆经 其实是胆经里面的一个穴 那个穴是最旺的 就是它的比较活跃 它接受能量的强度 比别人要强很多倍 都可能一百倍 我们发现就那个时辰 你脑它不灸 它那个穴位 它都跟天体是连的的 就是扎上一根针 强行让它跟外面相通 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像个吸管一样 它会把近处和远处的一些能量 吸入你的体内 但是在这个时辰 比如子时 胆经上有一个穴位 它自己就变成这样了 变成一根针一样 经络对哪个穴位这一块 有人总结这个东西吗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很重要 但是现在我也只是关了几粒 关的很少 我从几粒里面理解 就是这个经络上 那个穴位在那个时辰 它是像个天线一样处出来了 针灸的起源可能跟我们的经络 是有关系的 不是针去寻找经络 针灸的起源应该是修炼者 他能关到这个时间 我这条经络上 有一个穴位要出针 要出一根天线一样 就把这个地方扎一下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很舒服 或者是获得某种能量 我觉得针灸的起源 应该跟道价是相关的 而且跟经络是相关的 是经络决定了针灸 而不是针灸去寻找 在身上乱扎 不是的 所以我们中医或道价的东西 是先有的 我们东方科学跟西方科学 它差别在哪 我们是自然规律的科学 就是它已经有了 而西方科学不是 西方科学是科技 它要去做实验 又反复的实验 它那个意思 把身上扎跟塞子一样 才能找出一个穴位来 可以用 我们称为东方科学不是 东方科学是 先是逻辑 先是有了规律 有了这个点 我们才想要扎这个针 多于一针都不扎 东方科学跟西方科学 差异在这里 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传承的问题 一是传承问题 另外就是西方教育 对我们的影响 几乎我们在座 所有人都被西方教育洗脑 从小学 从幼儿园开始 都被洗脑了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东西 很难理解 觉得你这玩意不做实验 你怎么敢用 那我们中国古人 是不需要做实验的 你的身体就告诉你 你应该这么干 它的规律 它的东西就在这里 包括针灸 就告诉你 扎这个点就对了 这个时辰就扎它 好了 我们这档课差不多了 那个 选要今天谁选 是这个吗 那就这个 要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好嘞 同学们再见 好嘞